Hello,大家好,我就是这个因为实名举报,然后被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这个当事人 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于这个事件的持续关注 昨天官方出了通报之后呢,各路媒体记者都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对于这份通报的态度 下面呢,我就针对这份通报做出我本人的几点回复 第一,我觉得通报的全文避重就轻刻意去割裂两件事情的关联性 并且玩文字游戏,引导舆论 文中所提到猥亵行为不与立案,这个我之前大概率就猜到是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猥亵行为呢,在实际操作中本来就极难取证 再加上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但是我对于警方通报中所谓的这个家属阵言存疑 因为通报后,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家属核实情况 我的家属表明,自12月起,警方多次电话骚扰我的家人 但我的家人都不予搭理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警方通报中的家属阵言从何而来 第二点,警方通报中说我分别在4号,12号,14号,21号 先后四次在公开场合扬言自杀 事实是,我在14号,21号分别有过站在三楼楼梯上的举动 但并未意图跳楼 而通报中所述的4号,12号,在公共场合扬言自杀 我不知道从何而来 并且警方说出于对我的这个安全考量 把我送到这个精神病院 我看到这里我就是很想笑 那我是不是我还得谢谢他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我觉得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思维 大家都应该知道 精神病院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因为里面关着很多不用